这螃蟹能不能被压坏啊 哦 太厉害了吧 跟我压不坏的 直接冲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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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我 哎 门了没有 大家我是吧 我还只愿 欢迎来到Suit 暗海这款游戏 那今天打算把这游戏给通关了啊 废话少说 直接开始游戏 第三章外部 果然是第三章的啊 上一次我们是玩完了两章 第三章是来到了 感觉像是现代科技文明世界的样子 这是海底世界吗 感觉像是亚特兰蒂斯啊 这是亚特兰蒂斯的遗迹吗 哦 往下走 我看到了 下面有个小通道啊 哦 这就是一个文明吧 很多的建筑物啊 这一次虽然是在深海里面 但是没有了那些什么鱼啊 什么 哦 这什么 这什么东西 哦 它怎么会 哦 这鱼神奇啊 这个鱼我哪里看到过啊 但是我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名字了 要不就暂且称它为闪现鱼好了啊 附身 哦 闪现鱼 会闪现 哇 这个好快啊 哎呦 那个是电盲吗 附身电盲身上 会放电是吧 哦 哦 在中间这里放电 哦 开启一个机器了 机器开始运作了 某个海底文明世界被遗弃了 现在我要重新将它复苏 啊 我也能复生在非生物的东西身上啊 哇 这也太厉害了吧 打开了 我可以过去了 哇 哦 那边还有一个 那边还有一个拉杆 打开 哦 右边的那个也打开了 好魔幻的地方啊 哦 第三章感觉很复杂 哎 别电我 别电我 我直接趁机 复视在你身上啊 看看有什么东西 是个电灯 电灯没有电了 通电 哦 工厂开始运作了 那是什么东西啊 好像有尖刺的样子 快走 快走 哦 下面那是什么东西啊 是螃蟹吗 哦 也能附生在螃蟹身上的呀 哦 好像起跳啊 这螃蟹跳得好高啊 这边还有个尖刺的东西 用螃蟹过去吗 哦 哇 这什么呀 这个 这螃蟹是金刚不坏之身啊 啊 不管怎么样 开启了 那走 下一个场景 啊 这边还有好多机器啊 这是一个工业海底视机啊 但是我好像还是需要螃蟹 那边我过不去啊 小螃蟹在哪呢 在上面啊 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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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螃蟹能不能被压坏啊 哦 太厉害了吧 根本压不坏的 用闪现鱼看看了啊 用这个闪现鱼看看周围 那边好像也能过去 闪现 这边也得闪现鱼过去啊 哦 再过去 哇 另外一个天地 往哪边走呢 那是什么 那是风扇吗 这感觉很危险 闪现就是厉害 里面还有个拉杆 这是拉什么的呀 啊 上面这个通道打开了 那我就可以往上走了 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游过去了 但是我应该是要往下走的吧 但是我下不去 那看来需要螃蟹啊 这个解密有点复杂呀 首先要让一个螃蟹 站在这个电梯的顶端 然后我再拉下电梯的拉杆 这样的话螃蟹 就会随着电梯往上走来 不然的话螃蟹是跳不上去的 利用电梯的高度 把螃蟹送到这个通道上面去 这样就可以破坏那边的风扇了 哎呀 这一关还真的有点复杂呀 要不是我聪明 那过不去了呢 哇 哎这样好快啊 哇哇 这螃蟹能移动的这么快 来吧 靠你了 哦 直接把这个风扇给破坏掉 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了 这一小关可以过去了 好复杂呀 应该是往下走 哎 没错 这边可以走的吧 又来到新地方了 哎呦 这不是之前遇到过那个虫子吗 开灯 他们是怕光的啊 走开走开 哎 拉过去了 别咬我呀 怎么过场动画要咬我 我被咬死了 哦天呐 不不不 差点挂掉 别咬啊 哎呦 真烦呢 哦等一下 我能附生在这个虫上上 哦 啊 附生在这个虫上上有什么用 啊 果真是个电梯 上去了 很好 上去之后 有没有螃蟹呢 哦有的 有螃蟹 哎呦 他们居然还有孩子啊 不知道这个孩子硬不硬 应该也挺硬的吧 把你们的爹借我用用 等一下 为什么上面这个东西也可以附生呢 这是个机器 这是用来抓螃蟹的吗 假娃娃大学毕业的 一发必中 假 完美 把这螃蟹放下去 把你们的爹借我用用啊 太强了 这个螃蟹 金刚不坏之身呢 我要是有这样的身体 哇 那简直太棒了 果然是往下走的 哇 下面别有一番洞天啊 这什么鬼地方 风扇下面居然是这样子的 哎呦 去新地方 嘿那你这个场景是干嘛用的 没有必要再做这样一个场景吧 你直接切入正题了 呦 好黑哦 太黑了吧 什么地方啊 哇 感觉是打boss了 这个场景切得很远 哇 这全都是 全都是工业垃圾的感觉 你们看 背景啊 都是那种齿轮啊 金属啊 各种东西 好多 右边是 有食人鱼 好像还有绳子要咬断的啊 哦 哦 哦 这是boss 这应该是第三张的怪物 要打败他 但是 怎么打败他呢 这个怪物居然是用很多的金属 组成了一个机器怪物啊 这次不是什么海洋生物了 它是个机器 先用这个闪现鱼探一下路啊 嗨 没事的嘛 不可怕啊 看看这一边 用闪现鱼探一下路 闪现鱼速度很快 可以快速的看清这个局势是什么样的 这里有条电满 可以放电的啊 这里 哦 哦 这里的灯打开了 哦 哦 哎 他又把灯给灭了 那么按道理来说的话 左边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个 哦 对 左边也有一个 这怎么能同时打开两 两盏灯呢 啊 我知道该怎么同时打开两盏灯了 只是有点麻烦啊 先用食人鱼把这边的绳子都咬断 左边那也要咬断 哎呦 我这条小鱼游过去 那怪物没反应哎 好了 那么然后 我这个人呢 先跑过去 哎呦 干嘛干嘛 那怪物干嘛 看我呦 看我干嘛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用闪现鱼登场了 闪现鱼的速度非常快 来吧 好了 这里有电蛮吗 哦 有一条 哦呦 它刚刚出来的 先把这里的电给放出来 然后赶紧回去 控制这条电蛮 放电 这就同时都有电了啊 他两只手去握住啊 哦 被电死了吗 哈哈 哇 怎么回事 他身上怎么回事 他身上好像都漏电了啊 打开了什么东西 好像他的关节都漏电了 都坏掉了 嗨 能吸取他的灵魂了吗 好像没有 还没有完全解决 下面是个什么东西 我下面是个风扇 哎呀 糟糕 我觉得应该是用这个电蛮来电这个机器吧 电你 把你身体弄坏 哈哈 哦 可以了 哦 它会被这个大风扇给弄死 哦 哦 太猛了吧 嗨 你在哪呢 啊 风扇失去作用了 往下走吧 哦 哦 哦 它已经挂掉了 吸取它的灵魂 啊 第三章结束了 第三章的怪物是一个机器怪物啊 哦 完成啊 又是这熟悉的地方 但是每一次场景好像都不太一样 第一次是往右走 第二次是往下走 那么这一次是往左边走吧 然后第四次应该是往上走 欢迎回家 哦 来喽 哇 这是怪物的图鉴吗 怎么感觉像是个龙虾呀 这不会就是个机器龙虾吧 哈哈 好了好了 唤醒机器 第三个怪物 完成 已经有三个了 还差最后一个 第四章 开启 又来到了熟悉的海底世界 哦 哦 有食人鱼 先拿食人鱼探探路啊 万一遇到危险 我也不会受到什么伤害 哦 哦 那什么 果然用食人鱼探路是没有错的啊 看来下面是不能走的 得往上走 这怎么还有一个 得往这走吧 哦 我知道了 那个怪物先吃到一个东西之后 得赶紧走 他应该不会一口吃两个 哎 哎 有了闪现鱼就可以躲开很多的危险了 直接冲吧 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想吃我 哎门了没有 哇那什么东西啊 包子吗 怎么感觉像病毒啊 不会是要喂这些虫子吃吧 啊 哇 哇会爆炸 哎呀 那这样岂不是很麻烦吗 每次都要这样子闪现过去 和言那这样太麻烦了吧 哎呦 这游戏真的是 为了让你剁完点时长 解谜还得用这样子的解法 哎呀 终于三个解决了 哈哈 再来一下 为下面的这个怪物吃啊 来吃 哎 吃了之后 我才有办法出去嘛 快快快 趁现在 他吃饱了 哦 正好 过来了 那把下面这个三个怪物解决之后 我就可以顺利过去了 啊 牺牲了好多小鱼啊 哪边出去呢 应该是往这走吧 哎呦 感觉好复杂呀 这第四关的解谜 啊 又是新地方 哎 别忘了 用食刃鱼探探路啊 这边刚好用绳子可以咬断的 这里也是需要咬断的 啊 那就没了呀 啊 那就直接过去啊 那你搞这个场景干什么呀 为什么不直接进入主题 强行凑食场 啊 你看 哎呀 搞不懂 这又是什么地方 下面有绳子哎 但是没有食人鱼咬不断呢 不是往下走的吗 往上走啊 右边有之前遇到的那个大虫子 哦 那什么东西 这不是之前那个虫子吗 哎呀 哎 他没有来追我 那边有个大虫子 哈哈 直接把他给吃了 那正好我可以过去了 啊 又有一个又有一个 快走快走 哎 往下走 往下走他好像不会过来 哦 又有一个 快快快 躲起来 哎 往前走 哎 没错 哎呀 正好啊 还有吗 没了吧 好像没有危险了 哦 那边好像还有个虫子 我看到了 这边有 怎么有闪现鱼的呢 这闪 闪现鱼有什么用呢 往这走的吗 往这个地方走 但是有虫子 得小心点 我闪现过去 哦 好刺激啊 这个 哎呀 想吃我们都没有 上面好像还有一个 哎 他甚至都没有出来 哦 那边有食人鱼呢 食人鱼在这呢 咬断啊 把食人鱼都咬断 咬断之后 我还得再回去吗 那也太麻烦了吧 好了 咬断了 回来了 那我还得再游回去啊 这边有虫子 得快走 快了快快 两条 哦 三条 刚好一人一个 哦 我得跟紧 一个被吃了 两个被吃了 哎 刚好一人一个啊 不多也不少 那我应该是往这边走啊 走这边 哇 怎么这个地方还会发光呢 这种还有发光的虫子 它想吃我啊 来来来 嘿 但是你不够长 吃不到啊 哈哈 哎呀 可惜了啊 哦呦 哦 有包子 哇 好多 哎呀 没事 没事 想吃啊 给你吃 给你吃 哎 它不吃的吗 没事 我直接炸 嘿嘿 把头缩回去吧 想吃我 门都没有 下面应该还有很多啊 用包子探探路啊 哎呀 果然 这里还有好多 但是距离有点远啊 我能游过去吗 快快快快快 来得及来得及 哎呀 下面还有好多 快趁机往下游 还有吗 别炸我 别炸我 啊 好了 我附身在你身上就安全了 炸死你 嘿嘿 到底部了 我 把这包子移开啊 小心点 不要自己被炸了 这得直接往下走吧 哇 感觉好深啊 这个地方 镜头又拉远了 这不会是第四章的怪物吧 这是什么呀 还没有完全打开的状态吗 左边能走吗 好像左右两边都可以走哎 先从左边看看啊 哦 那什么 怎么还会发光呢 海底电灯 这炸了什么东西啊 炸了下面的蘑菇吗 哦 我能附生在这个东西身上哎 哦 我第一次控制巨物啊 哦 哦 哦 有光就能生长啊 来 这一边 啊 但是 只能照一个 那 按照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我再回来 我也有灯啊 哎 这就可以了 下面就打开了 哦 这不就之前那个虫子吧 吃灯泡啊 哦 缩回去了 哦 这样就打开了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 在右边的 下面会发光的 应该是这个植物的根筋吧 应该也是一盏灯 哇 居然还有闪现鱼 那说明这里的解谜好像不一般呢 先观察一下周围啊 哦 这个是什么东西 下面有包子炸弹 先闪现鱼进去看一下啊 看看里面有什么 哦 居然有个队友 我应该吸取他的灵魂 但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打开呢 那看来应该是控制这个吧 关灯 哦 这个也可以关灯的 有光 他就缩回去了 那么趁机我得往下走 站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控制这个 再关灯 下面的就会打开了 就是这样 队友 我来了 把你的灵魂给我吧 吸取队友的灵魂有什么用呢 到现在好像都没有说明呢 完全不需要做这一步吧 那怎么才能把这个根筋给缩回去呢 不会是用炸弹吧 这能炸的到吗 哦可以 缩回去了 那那个怪物应该是完全的出来了 哦 完全打开了 这什么怪物啊 哇 花妖啊 哇 这怎么打败他呀 哦 他好像知道我在哪 他知道我在哪了 他知道我在这 哦 什么东西 哎呦 哦 我 我被炸死了 原来那些包子都是这个植物吐出来的呀 哎 我能不能复生在这些包子身上 哦 可以的 哈哈 用你们的包子打你 炸死你 哈哈 哇 这个威力好像很大呀 但是炸一下还不够啊 继续 来吧 我已经准备好了 吐吧 吐出来 哎 哎 嘿嘿 炸你啊 哈哈 再来再来 好玩好玩 用你的武器来打你 来吧 来吧 我准备好了 正对着你的嘴呢 哎 炸死你 啊 炸三下 够了吧 那朵花要枯萎了 结束了个成就 我深渊 吸取灵魂 结束了 这一切都结束了 四个怪物的灵魂已经全部都被我吸取了 那么这一次就可以激活这个未知的机器了 但是激活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会不会这个机器本身就是个大怪物呢 吸取四个怪物的力量 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大的怪物 哇 这又是什么空间 周围感觉都是包子的样子 这一次应该是往上走了啊 来了来了 赶紧激活最后一个机器吧 激活最后一个怪物的灵魂 就可以彻底唤醒这个机器了 获得了个成就我觉醒啊 这个大机器要觉醒了 这机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哦 四个怪物的力量汇聚而成吗 每一扇大门都打开了 哎 怎么有那么多的潜水员 激活那个机器不会是唤醒所有困在海里的潜水员吧 啊 这是解救了所有的潜水员吗 哎 这不是之前那个老鼠国王吗 哇哦 所有的潜水员都向上游 要游出大海了 逃离深海 不过这什么意思 不是很懂啊 这是什么结局呢 看上去不是很懂的样子 哇 所有的场景 所有的潜水员都活了过来 这些潜水员不会是这样子的吧 很多潜水员试图想唤醒这个大机器 但是并没有成功 全部都被困在了海底 但是终于有一天 有三位潜水员成功了 就是我 就是这个会发光的我 哦 原来主角就是一个人呐 我之前以为收集四个怪物的灵魂 分别是四个不同的潜水员 但其实到头来 就是一个人 感觉我是拯救了所有被困的潜水员呐 之前所有人努力都失败了 但只有我成功了 我带领着所有的潜水员向海面上游去 都在跟随着我 都在跟随着我 哎 结束了 但是这个大机器有什么用呢 激活了之后 就是释放了所有的潜水员 它并没有什么作用啊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之前的潜水员为什么会被困住呢 那他们干了什么东西会被困住呢 哎呀这个游戏稍微评价一下吧 我一开始啊 以为这个游戏呢 是关于深海的那种游戏 但到后来才发现 其实感觉和深海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只是一个海洋的解谜游戏而已 那么这也就算了 整体氛围呢做的也还行 但是就问题是 搞了这些东西 激活了一个未知的机器 那激活了之后是什么意思 不是很明白啊 好了那不管怎么样呢 这一款暗海的游戏啊 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游戏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中讨论一下啦 好了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